一个传奇九个土墩 神秘莫测的金头将军 精美华丽的珍贵文物 引出一段激荡百年的亡国兴衰 曲音流转之间 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 探寻一个古老而蓬勃的先秦文明 这里是湖北省早阳市曲剧团 今天一部名为九连敦传奇的早阳曲剧 正在做排练之前的准备 早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海斌 就是这部新编历史剧的创作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部剧的创作灵感 恰好来源于早阳当地 一处名为九连敦的山岗 九连敦坐落在吴殿镇 和新隆镇两个镇的交界之处 一条南北走向的岗地上 距离有四公里之长 如今来到早阳市城外 约二十一千米的吴殿镇严家湾 遥遥北望 便可看到大大小小 依次排列的数座土墩 村民称这里为九连敦 那么这些土吞又如何成为一部取去的灵感来源呢 其中的谜团都隐藏在当地一个老幼皆知的传奇故事中 在早阳吴殿镇和新隆镇这一带流传着一个关于九连敦的传说故事 传说楚王错杀了一位有智有勇的大将军 未毁错杀之过 他后葬了这位大将军 并刺金头一枚 为防后人倒却金头 一夜之间抢修了九座大总 这个流传了千百年的离奇故事中 清晰地描述了一位静忠报国 却含冤而死 又在死后平冤昭雪 德蒙楚王亲赐金头后葬的楚国大将军 根据传说中的描述 他的葬身之地就是九连敦 中华文明的历史远远流长 流传下来的故事不计其数 中国人也大多耳濡目染 在这样的传说和神话中长大 但像金头将军这样 年代清晰 细节丰富 甚至人人指得出主人公埋葬地的传说 却并不多见 他的传奇性和广泛性 与故事流传地的种种细枝末节 勾连在一起显得真实可信 又充满了令人神往的吸引力 那么高岗上的这些土墩 果真是楚国大将军的遗种吗 其中又是否真的满有一位 伸手益处的金头将军呢 一部历史戏曲又是如何构思改编而成的呢 这一切的答案 还要从六十多年前的那次文物普查说起 当时普查的时候 发现有九个大地风的堆 因为基本上是在一条山岗上 有九个凸起的 这么一个像坟包一样的东西 所以地面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这个跟传说也有一定的这个关联度吧 经过初步实地调查 考古专家确定 这些土墩就是古墓的风土堆 且年代久远 非但如此 在距九连墩东南方不远处 专家们还意外发现了灵星陶片 以及一米多高的成员遗址 据陶片年代分析 这座城址至少属于东周时期 在那一时期 早阳的确隶属楚国领地 这与传说中九连墩是储物的信息 不谋而合 它们之间是否有所关联呢 结合现场情况 专家们将九个风土堆自南向北 分别命名为一至九号墩 风土堆底径在十五到四十一米之间 残高二到五米 每个风土堆都大约相当于 两个篮球场的大小 1992年 经文物部门的确认 九连墩墓葬群 被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我国的文物保护方针 是以保护为主 抢救发掘为福 当时并没有对九连墩墓葬群 进行考古发掘 这片墓地的主人属于什么人 保存怎么样 是否藏有金头 这些问题均不得而知 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确立 却引来了更多人的技能 因为这几个墩子 这个突出地面非常明显 所以经常被盗墓分子所光顾 就在他的北面的二号灯 被打到了国板 通过刀洞里这个土质土色 就是通过这些情况来分析 我们进一步的去证明 他的时代应该是不宛于 因为是个墓国墓嘛 他一般应该是不宛于西汉早期 所以更多的我们想是战国时期的储墓 经过专家分析判断 九座土墩极有可能就是战国时期 储国墓葬 这样的结论 让人们再次与那个传奇的 储国金头大将军联系起来 难道在其中的一座土墩下面 真的埋葬着那位声名显赫 流传千古的储国大将军吗 真相似乎只隔着一层厚厚的风土 让人浮想联翩 湖北省早阳市地处隋早走廊中部 上达中原腹地下至长江中游 发达的水系与陆路互通 在交通不够便利的古代 便可一日千里 在先行到近代的战争史中 早阳像一处通达南北东西的十字路口 是兵家必争之地 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 驻守一位军事将领 也是极有可能的 今天早阳的战略地位 更是一跃成为九省通渠的湖北 去往全国各地的关爱之地 是不可或缺的交通枢纽 2002年初 作为湖北省大三角高速公路 竹骨架之一的孝香高速公路工程开工 按照原定规划 这条公路正好穿过九连墩中的 一个名为鹰子包的坟种 作为规划是要绕开审保单位的 所以根据这个调查的情况 这个规划部门实际上对线路 有一个大致的调整 那么文物部门在针对这些重要区域 还要进行一次勘探 在勘探的过程中间 实际上发现这座风土的很大 那么这样一来 就是相当是没有绕开 施工方经过研判 发现九连墩与公路正好呈十字交错 强行绕开 就会使公路出现一个驱度过大的急弯 必将给建成后的高速行车带来危险 再三考量之下 湖北省文物局经报警国家文物局同意 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 其中全省考古 保管 文物保护等多个文博机构的主要技术力量 组成联合考古队 对九连墩中最难测的一号墩 英字包进行考古发掘 2002年的9月份 我提到单位领导的通知 到哪里去了以后 当时去了一波冷 就是分成了三个组 调查小组 扯回小组 勘探小组 三个组 我主要是得以摩托的周边 是没有买击现象 进行勘探 考古发掘之前 对发掘地周围的细致勘探 十分重要 在专家看来 传说中一种的说法 应有其演绎的成分 这些排列紧密 布局讲究的牧藏群 很有可能属于一个 高等级贵族的家族物地 那么 它的周边 就很可能存在 其他的遗迹现象 勘探小组负责人 黄文新 以英字包风土为中心 向四周钻探 密集的探孔 一排排打下 这样细致的工作 可以将地下的遗迹 全部摸清 当考古专家 在对牧藏北边 进行勘探时 突然有了意外的发现 当时我们就 以风土中心为来 先去东边 就是摸到这半边 开始探 探那摸到 距摸到 大概有三十米左右的地方 就发现有一块 无花图的 一级级线牙 真实的上面有个基石坑 东边探完了以后 我们就到达那个博边 就是那个摩藏的桌扯 进行勘探 我们讲到走勘探的过程中 就发现地下还有一座摩藏 跟那个以后规模差不多 根据传说 九连墩 是楚王为了防止后人 盗取金头 特意埋下的九座遗嘱 与地表隆起的土包 正好一致 那么 这第十座大墓的发现 又意味着什么呢 是传说有误 还是另有蹊跷 因为这个历史方面的原因呢 改田呢 这个方面的原因呢 二号墓的风土就不明显 就当时看不出来呀 是风土的这种情况 就地势也相对比较平了 实际上它的风土 已经被平掉了 所以我们当时 发现的时候 只是发现一号墓的 这么 在更靠一号墓这一边 这么一个风土 由于英字包的风土面积 比较大 旁边二号墓的风土 因常年风化等多种原因 而消失 导致后人一直认为 是九个分钟 如果传说来历久远 那么 这一座墓的风土 或许在很早以前 就已经没有了 考古专家随即 将新发现的墓葬 编号为二号墓 这样的发现 也给专家们 一个新的猜测 在其他尚未探明的 土墩下面 或许还存在着 更多的古墓 经过勘查 一号二号大墓 皆为甲字形墓葬 在东侧 分别留有一条斜坡墓道 一号墓坑口 东西长38.1米 南北宽34.8米 深12.8米 两墓墓口边缘 间隔约18米 二号墓东西长34.7米 南北宽32米 深11.6米 墓坑结成 道金字塔的形状 坑壁都设有台阶 看到如此壮观的墓葬结构 人们不禁联想起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在金门考古发掘的 另一座 楚国贵族大墓 那么看他完了以后 就他的规模 我们来跟以往发掘的墓葬进行一个对比 比如说我们在八十年代发现的这个金门包商二号墓 那么我们发现九年代的一号墓的规模 跟包商二号墓的规模几乎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规模 初步的进行一个分析根本的判断 他的身份可能跟这个包商二号墓 可能是差不多的 在楚国故都 济南城北的金门市 十里铺 1986年11月 同样由于工程建设 文物工作者 对湖北省金门市 十里铺镇王场村的 包商楚国贵族墓葬群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其中命名为包商二号墓的甲字形大墓 三十二米乘三十四米的墓口面积 十四级的墓坑台阶 墓葬规模与眼前的两座大墓十分接近 考古专家在包商二号储墓中 清理出包括青铜器 漆木器等在内的一千多件套文物 其中折叠床 毛笔鸳鸳鸯碑等实践 更堪称中国首例 经过考证 墓主人名为昭陀 官居楚国左影 在春秋战国时期 楚国的官制 与其他国家相比略有不同 楚王之下是另影 近似于丞相 但权力却更大 而左影就是另影的副手 也可谓权贵险要 规模和形制几乎完全一样 那么眼前的两座大墓中 长眠的究竟是什么人 他们又是什么关系 会埋葬得如此之境 传说中的金头将军 是否真的藏于其中一座大墓之中呢 勘探工作刚一开始 就有意外收获 考古专家抓紧了手头的工作 按照以往楚墓发掘经验 如此规模的楚国墓葬 极有可能存在车马坑 而墓道若向东 在大墓的西侧 就会存在车马坑 若墓道朝南 则向大墓北部 寻找车马坑的踪迹 为了证实这一猜测 考古人员立即 对一号二号墓的西侧 进行勘探 我们又在一号墓的重座线 想细 开始大大一排空 就是两米一个空 两米一空排过去 一排过去就发现 有个中间就有一个宽 接近十米的 一个十米左右的一个 一个一极现象 当时看的是无法图 大大有两米多一点点胜 有不胜 但是两边都是深土 表明一下就是深土 所以我们都肯定是个车马坑 就在一号墓车马坑 发现后不久 二号墓车马坑 也相继被发现 但令考古专家惊讶的是 一号墓车马坑的 勘探尺寸之大 在当时的中国考古史上 前所未见 为了顺重起见 考古队第一时间进行了上报 当时谈的时候 叫做五十米左右 四米宽左右 这个大厦规范围就这么大 但是当时在里面那时候 似乎是最大的一个车马坑 所以当时非常兴奋 我确定五五以后 我们就跟吴军导打电话 一号墓的后面 有个五十米长度的车马坑 二号墓有二十米的车马坑 他你够尊美 你不知道聊这个事情的 他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那是不可能的 我说我这个球阵好了以后 因为我们打到车马坑的时候 今天都骂骨头了 两座假字形的高等级大墓 加上在当时的中国考古界 史无前例的巨型车马坑 将大墓再次指向了出 国高等级贵族墓葬 大墓主人果真是那位 征战沙场的楚国大将军吗 在大墓开启之前 一切都仍是未解之谜 当时因为国家局劈的事物 挖的一桌 冒伤嘛 后来变成两桌 两桌 策马坑那些海德登国家局劈 所以前些什么事物 都是做尊美工作 就是把该了解一些的情况的资料 往上详细 是要做到围 所以就把风土进行击破 然后就开始发掘风土的淋漪半边 就是都挖到了一个层面 然后可能当晚就开始阻止人员 准备做后面发掘的准备工作 和等国家局的批准 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 现场考古专家 一面继续完成 一号二号墓葬的勘探工作 并对一号墓顶部的风土 做解剖式清理 一面等待国家文物局的批文 基于两座墓葬及车马坑的发现 考古专家认定 这是一处以九连敦一号墓 为核心的完整陵园合葬墓地 在迄今发现的楚国墓葬中 十分罕见 为了更好的研究这片陵园 考古队决定 先清理出一个剖面 观察和分析土质土色 以便了解楚国墓葬形制的更多信息 不久 解剖风土的考古队员 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他们在一号大墓的风土内 发现一处明显的倒洞 开口从山边看有七八米大的口子 底下来有两三米 就到那个低平线的层面有两三米 因为规模挺大的的 但是这个现在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一个道洞是指上指下的 就是实际上当时真正的道洞可能不会那么大 因为那个道洞实际上就往下垮 它就成了个喇叭口一样的东西 在考古界有句行话叫做石墓九空 历经岁月洗礼的古墓 在城市变迁 扩大耕地等人为活动下 难免遭受影响 尤其像九连敦大墓这样 有着充满诱惑力的金头将军传书 又有着清晰风土堆的古墓 的确很难不被盗墓贼所窥探 赫然出现盗洞 是否意味着一号大墓中已经空无一物 如果一号大墓被盗 二号大墓能否幸免于难呢 那么这个盗洞是什么是道理 我们也不清楚 盗下去了以后 这个墓室是否已经完全被破坏 是不是盗完了 我们也不清楚 好在在二号墓没有发现盗洞 所以这个呢 当时作为考古队员们呢 一方面啊 第一号墓 因为肯定是这个这个下面是个什么 情况不清楚心里很忐忑 对于考古工作来说 如果出现的是早期盗洞 那么墓中的文物毁坏一般较小 盗墓贼大多针对墓葬中的礼器下手 其他文物常常能够幸免于难 考古队按照原定计划 完成了一号二号大墓的勘探工作 庆幸的是 二号大墓并未发现盗洞 这让考古专家略感安慰 而后在一号墓与二号墓之间 考古队又有了新的发现 只要在风土的外围呢 我们在发掘的过程中间呢 也发现了有夯土的 夯土墙的这么一种痕迹 那么这种痕迹呢 这种情况呢 在其他地方是基本上 就是之前至少是没有见到 或者是没有注意吧 至少是没有 反正没有见过 考古这个意义上没有见过 一号墓风土的南侧和北侧 二号墓的南侧 各有一处墙体建筑 墙体为褐色粘土夯柱而成 内侧较陡 外侧呈坡状 围墙形成了一个长方形院路 将墓葬的风土堆合为其中 我们判断 应该是跟当时的风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两周时期 对墓葬的葬制 应该有比较严格的规定 实际上我们讲这个秋跟风 就是秋风制度吧 因为秋风制度呢 一般来说是从这个春秋晚期 开始正式的实施的 那么之前有没有呢 实际上从我们现在发现的情况 来看 实际上有一些发现 但是很有可能没有成形 那么到春秋晚期 也就是我们孔子所在的这个时代 他来提倡关于这种秋风制度 墓葬风土中的风 在古时实际上是指 围绕墓葬四周的夯土围墙 覆盖在墓室上方的土包 则被称为秋 随之产生的等级制度 被称为秋风制度 而风往往由于岁月流逝 风雨侵蚀 被风墙内的土包坍塌覆盖 导致这遗迹很难被发现 此次九连吨的考古发掘 是以遗址发掘的精细标准进行 才得以让这种仅建于史书的遗迹 得到印证 墓风的发现 为大墓建造的时代提供了参考 九连吨的这两座墓葬 应该不会早于春秋晚期 为了确认两座墓葬的距离和关系 考古人员在一号墓与二号墓之间 打下一条探钩 通过这条探钩 队员们发现 二号墓残余风土 叠压在一号大墓风土之上 下葬年代明显晚于一号大墓 结合墓地布局南北城牌 墓道向东等现象 考古专家意识到 九连吨所处的这片古墓群 应属于同一家族 此次发掘的一号二号大墓 因为夫妻合葬墓 他们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墓葬单元 其考古意义 大大超过了孤立大墓的发掘 这让专家们倍感兴奋 不久之后 国家文物局批准了两座大墓 以及车马坑的发掘申请 考虑到高速公路即将从这里穿过 大墓清理完毕后就要回填 如此完整的储墓夫妻零元行之 将无法保留 考古专家决定 等到墓葬和车马坑填土 全部清理完成的那一天 进行一次高空拍摄 记录这难得一见的零元行之 根据已知考古发现 考古队基本认定了 九连敦大墓为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 但它究竟属于什么人所有 如何进一步缩小墓葬所处年代 一号墓发现道度 墓室中的文物能否幸免于难 一切就在眼前的土层之下 谜底即将揭晓 2002年11月16日 九连敦大墓的发掘工作全面展开 考古专家将重心 首先放在了两座车马坑的清理上 从规模较小的二号车马坑开始 车马坑和墓上的发掘工作 基本上是同时 但是另外那个墓坑是去填土 那个就是不需要很多工作的人就可以 但车马坑就不同了 一个人要定一块小为日 相当于发掘移植比移植还要难 他要很细致地去做 中国车马的使用 可以追溯到河南洛阳 二里头城市遗址中的车折印痕 郑州商城遗址 也曾出土过两件 铸造青铜车位的逃犯 这表明中国车马最晚 到商代早期就已经成熟使用 车马制造 是古代复杂精细程度极高的手工业 车马只有王侯贵胄可以享用 也因此作为贵族死后 象征身份地位的陪葬品流传至亲 在考古现场中 发掘车马的技术要求极高 被考古工作者称为土中找土的工作 由于先行车马多以木料制成 当作为随葬品被埋藏在泥土中 今年累月木质逐渐朽烂 车体变为空腔 淤土又渐渐填实 形成土车 在千年以前的土中发掘出稍有不同的土 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让更加复杂的车马坑发掘进度 与牧师同步 考古队将一号车马坑分成十二个区 二号车马坑分成五个区 一人一区同步作业 虽然说清过以前 清过两个车马坑 但是这样的规模没见到过 因为清过也不知道 它是怎么规律 虽然说在以前的人士中 还是凌波什么 出国的车马坑 车载车坑里的摆访方式 和中国和其他情况上是不一样的 出国的车马坑是很影响兵点式 就是一辆车一辆车的摆着 很摆着 有鸡皮马 规矩摆在哪里 然后再放第一辆 很多一辆辆万后百 根据以往经验 楚国车马坑的藏制 与别国稍有区别 除了车马同坑 按行排步外 一般坑内设有轮槽 也就是每个车轮 都会比实际坑道水平面要深 为了更加准确判断车辆在坑中的形态和位置 考古队找来以往楚木车马坑资料 经理人员人手一份 我们当时有一个方式 上面20公分一层 就要楚头挖 当然每一块都要观察 有人专门看到 20公分一层 但是到下面80公分一个层面的时候 就要好多的 5公分一层 用小楚头一层这里挖 没有什么痕迹的时候 把土集中 专门有人出土 一发现东西 我们就查个主线人在那里 我们知道 你的路头了 我们就要更小心了 因为那是木车 木车在第二百几千点 富南的光 实际就是泥巴了 我们现在见到的是 标面的棋屁 所以你稍不注意 一出土下去 你搬起来就没了 如此细致的清理工作 导致发掘进度十分缓慢 十一月的湖北寒冷潮湿 为了加快速度 考古队分成两组 白天趁着光线好清理痕迹 晚上则大量出土 太低了 游远即近 游粗到细 两座车马坑 陆续露出数量惊人的车马 及车辆装饰物 一件件工艺精湛 造型细腻华丽 2002年11月底 在龙东到来之前 二号车马坑 最先露出真容 坑内马匹排列整齐 专家认定 为真马活杀后再入藏 码头一律向西 车马为一排 横列于坑东部 前后 共发现随葬车七胜 车鱼一胜 藏马十六匹 与此同时 一号车马坑的发掘工作 也露出了惊人的成果 在一号车马坑内 考古队共清理出车33胜 呈南北向双排横列 全坑共葬马72匹 数量之多 达到当时国内之首 更令现场考古专家惊讶的是 在一号车马坑的中央位置 被命名为15号车的架码 竟然达到六匹之多 就在九连敦大幕发掘前不久 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内 发现了天子驾六 有专家惊叹 他为东周瑰宝 举世如霜 按照理质 即便楚国国君 也不能称王 不能以天子自居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 湖北九连敦一号车马坑中 居然也发现了周天子 才能享有的沐上规制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楼马车的 它两边是四马车 这是一个柱 这是一个柱 在特殊常网压使用的 因为代表它登记的身份 它是楼马车 一号车马坑 发现像天子六驾的 六匹马驾车里有一种 那这很显然是剑阅 春秋战国时期 礼崩乐坏 各国剑阅礼制 早已未然成风 九连敦中的六驾车马 再次印证了那段 烽火连天 刀光剑影的壮阔时代 而这一发现 似乎也恰好 与九连敦传说当中 楚王悔恨 挫杀将军后 对其后葬的斥令 有所印证 2002年12月12日 经过紧张的考古发掘 九连敦两座大墓的 木坑填土 和两座车马坑 同时清理完毕 木坑四壁 结设十四级台积 向下层层延伸 形质与包山二号储物相同 虽然二号墓保存完好 但令专家遗憾的是 一号墓之前发现的稻洞 不但没有消失 而且已经打穿了果室盖板 果室中的情况不容乐观 历经两千多年岁月的地下文明 刺破历史的云烟 在早阳九连敦 露出冰山一角 在荒野中央 一支色彩艳丽的巨型热气球 被众人围绕 人声嘈杂之间 热气球即将升空 这是九连敦大墓的 考古发掘现场 不久之后 一条高速公路就会横贯而过 此刻的景象将不复存在 如此完整的物丧行致 在以往发掘的储物中并不多见 人们更是难得有机会 看到完整的陵园全貌 考古对决定 进行一次高空拍摄 留下这座陵园 最后的全景影像 那么这个拍照呢 因为由于是当时拍照条件的 一个限制嘛 所以当时主要是用了这个热气球 当然用热气球进行一个 空中的一个拍照 我们比较庆幸的时候 那一天这个风向的比较小 所以拍照效果还可以 至少把这个整个 它的整体布局 我们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出来 在韩国拍摄还不普遍的年代 这样的高空照片十分珍贵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一号二号两座墓 一大一小 呈南北并行排列 间隔十八米 墓壁上十四级台阶清晰可见 果室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室 彰显着墓主人的身份地位 在他们的西侧 各有一座大小不一的车马坑 规模庞大的车马镇依次排列 在一号车马坑内 考古队共青礼出车三十三胜 全坑共葬马七十二匹 呈南北向双排横力 数量之多达到当时国内之首 二号车马坑内 共发现随葬车七胜 车鱼一胜 葬马十六匹 两座大墓整齐威严的气势 宛如一片神秘的地下宫殿 将物主人生前殷贵的身份 沿着两千多年的脉络 徐徐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样壮观的倾向 即便在今天 也足以登上新闻热搜的 头条话题 天气情好 万里无云 高空拍摄进行了整整一天 但考古队没有想到 这竟然是最后的好天气 从十四号正式结果开板开始 就是下雪 一直在下雪 你在这么很寒的你这种情况下 这又是下雪 这是泥泥的情况下 加上我们在想 这个墓室里面 是吧 也是这个 这很泥泥的这种状况之下 去清理 这个做这么一个清理工作 难度是非常之大的 烤银行 连绵不断的雨雪 为了防止雨水渗透 使台阶垮塌 考古队紧急用塑料薄膜 覆盖木坑台阶 同时将所有人员分成两班 白天晚上轮番作业 以加快清理进度 十四级阶梯之下 两座大墓各分五室 二号墓在此前的清理中 并没有发现倒洞的痕迹 果室保存完整 只是在南室的果板有些塌陷 其中的文物保存情况未知 最令考古专家揪心的 是一号墓位于南室的东南角 先前发现的倒洞 已经打穿了南室三块果盖板 中段形成一个50×80厘米的窝口 还有几块果板已经掉落果室之内 其他墓室是否安好 盗墓贼是否已经通过断裂的南室果盖板 进入了其他墓室 一号墓中的文物保存如何 淤泥填满了果板缝隙 考古队只能尽快打开全部果盖板 这个果盖板像我们现在铁路里那种 整模一样是一块一块盖上去的 就是每个室一般有十几根 那么确定五个室之后 那我们就要制定这个清理的方案 我们知道五个室中间的中室一定是官室 所以这个肯定放到最后清理 周围四个室要先清出来 那么为了保证同步进行 所以我们当时制定的方案就是 四个室同时清理 每个室有一个负责人 接连五个多小时的艰苦奋战 考古队员终于在泥泞的木坑中 手提尖坎 将一号大墓上层的果盖板全部卸除 眼前的景象令在场的考古人员血液上涌 在东西北三个果室内堆积如山的文物错综交叠 虽然运营掩盖了他们原本的光滑 但却保存完好并没有被倒扰的痕迹 而最令人担忧的南果室的确遭到了倒扰 在果盖板缺口下方 考古工作人员找到了不该属于果内的五花图 按照室内空缺的部位来看 的确少了部分器语 但除此之外 包括南市其余位置在内各分式的器语 竟然都完好无损地留在果室内 在买清理过程中间 发现整个东史的统计很多 所以统计很多了 当时心情就是非常激动 为什么 到了过程中间 因为他要到的话 他肯定是先到东西 然后基本上一看 整个东史没有味道 觉得很庆幸 盗墓贼明明打穿了果盖板 也进入南市 盗走了部分文物 却为什么没有对其他墓室的文物下手呢 因为历史上面的原因 就是里面的水位非常不稳定 加上这个果室 因为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木头的支撑能力相对来说变弱 那么实际上就是受到了周围这个土矿的这么一个挤压 那么墓室基本上就是往里面都有一个塌陷的这么一种情况 坍塌的果室 自然不能让盗墓贼一顺利得手 但若盗墓活动发生在早年间 即便当时墓室还没有坍塌 对于九连墓这样的储物来说 想要顺利进入其他墓室 还有一个极难绕过的阻碍 那么盗墓分子实际上从那个刀洞打下去以后 里面很有可能用挤满了水 你要把水排干了以后 你才可能进到其他的这个室里面 就是你把 那么这种情况下来难度比较大 湖北地区地下水位很高 储木多数属于水坑木 在没有潜水设备的古代 盗墓贼无法深入一人多高的墓室 更无法进入每一个角落 这或许也是九连墩大墓虽然被盗 却损失不大的重要原因 如此保存较好的两座墓葬 在楚国墓葬发掘史上并不多见 考古专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对这次考古发掘的墓室文物提取工作 进行一场持续数日的电视直播 这在湖北省排除首次 但在直播之前 考古专家要尽快对一号墓进行拍照 绘图 清理 历经两千余年 文物在密封的地下环境趋于稳定 一旦暴露在空气中 就是一场以时间赛跑的较量 任何一个环节出错 都会对文物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坏 那么进入到这个国室发掘以后 然后实际上做考古的也都知道 这个时间就一定要进冲 因为它直接面临着文物的这个结局 不可能慢慢的来来去做它 所以说我们做了这个充分的这个准备 为慎重起见 在清理工作开始之前 考古队就涉及物中可能发现的重要文物 邀请了各个学科的专家前来现场 同时在清理的过程中 对出土文物如何包装 如何进入临时库房 包括现场的安全等等 都进行了非常详细全面的规划 得到消息迅速赶赴现场的 有专门清理丝织品 漆木器的文保专家 青铜器专家 音乐考古专家 人类学家 动物学家 植物学家 文献史料专家等 一百余名专家学者 其中还有一位专业发掘 竹简的考古专家 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这个 战国竹简 应该来讲 都是从竹木里面发掘的 当然我们说了 跟这个南方的这个地理条件有关 也跟处人对墓葬 买葬采取了一些措施有关 所以说我们只要能够发掘这个战国墓葬 发掘秦汉墓葬 应该来讲都很自然地想到 要出这个竹简 九连顿这个当然也不例外 简是我国古代使用的一种书籍形式 是造纸树发明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 早在商周时期 检测已经成为载录档案文书的主要载体 秦统一六国后的焚书坑炉 将大量先行检测焚为殆尽 再加上竹片并不利于保存 致使今天在考古中 能够发现的任何一片竹简 都极为珍贵 而且在楚国墓葬中 竹简中的文字记载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作用 因为目前就说通过竹简 可以明确地确认 墓主人的身份 这个墓葬墓栗应该有几例 但是通过这个墓葬出土青铜器 来自证这个墓葬的主人 为这个是某一个具体人 这种墓栗目前没有发现 从此前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 楚国墓葬中 考古专家曾在青铜器上 发现过疑似墓主人身份的名文 例如河南西川夏寺春秋楚墓 和安徽寿县李三姑堆战国楚墓 但仅凭青铜名文 专家并不能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还需要与墓葬中的其他信息 共同推断墓主人是谁的可能性 墓前发现能够确定大墓主人 是谁的战国时期储墓 都是从墓中出土的竹简里 记载的信息直接获得 此前发现的包山二号储墓 和天心灌一号储墓 考古人员就是通过墓室中 发现的武士道磁简 直接锁定了两位墓主人 左影昭陀和底阳军潘胜 九连敦大墓的初步断代 正是战国时期 这也就意味着 想要得知九连敦墓葬主人的身份 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找到墓中的竹简 战国的这个竹简 应该来讲 目前还只出现在国室里面 还没有在关里面发现 这个跟秦汉的不一样 从我们已有的这个情况来看 出土的时候战国墓葬 它一般都是散乱的 所以说要大家格外的留意 只要发现类似这个竹简的 这样的一个一些 一些这个迹象 要及时的汇报 2002年12月21日 九连敦考古发掘的电视直播开始了 这时一号幕的文物提取工作 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随着文物的不断出土 一号幕中各个果室内存放的器物类型 也逐渐显露出来 二号幕的果盖板即将接取完毕 由于没有塌方和倒扰 二号幕的五个果室内 文物保存非常完好 令在场的考古专家十分激动 因为二号幕一个是每个被盗 尽管有一些这个受挤压的情况 就是国立这个墙板 有些这个倾斜 但是它这个里面呢 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清水幕 那么清水幕呢 就很简单 里面全是水嘛 它得保存状况 要比一号幕好很多 历经两千多年的地下时光 二号幕中器物 大多保持着他们下葬时的状态 各个果室中虽然看似杂乱 却实则井然有序 十分规整 考古队员在对二号幕 所清理之前的准备 同时继续对一号幕的文物 进行提取 在一号大幕的五间果室中 东室存放的主要是青铜锂器 南室则存放了大量甲咒 车马饰品及兵器 西室存放着一应俱全的生活用具 北室则安置了成套的编钟等乐器 这件从东室清理出来的 竹盖身负货笛 是考古队最先发现的一件青铜锡 口径81厘米 附身45.8厘米 通高94厘米 是迄今为止 储墓中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最大铜顶 除此之外 在都市中 专家们还发现了另外两件货顶 五件形质相同 做工精致的铜制升顶 七件溃顶 四件修顶 八件铜轨 以及其他配套机器 这样的组合配置关系 让考古专家有些困惑 他们的数量并不符合常理 在墓前战国储墓中 随藏用顶一般分为人器与鬼器两套 人器是活人祭奠死者时使用的器器 做工比较讲究 具有实用性 而鬼器则是陪伴墓主人 前往另一世界使用的名器 先请古人大多遵循这样的用顶制度 根据获顶数量 决定用顶套数的规律 按照五件升顶 配四件铜轨为一套的理器组合 七件溃顶 配六件铜轨为一套的理器组合 两套器物合并计算 应该有十件铜轨才符合理智 按理说 盗墓贼只借取了男士中的少量器物 大型理器并没有遭到破坏 为什么数量却对不上呢 考古专家一时觉得很困惑 为了避免遗漏 在清理文物时 考古队请来的各路专家 全都深入物事之中 不放过丝毫细节 尤其是构建微小 容易被当作淤泥忽略的器物 我们当时通知 有关的人员来到现场来指导 这样的话主要的目的 还是尽可能的保障科学 完整地揭取这样的一个文物 使它的一些信息 不至于丢失 与此同时 二号墓的随藏器物也在清理之中 它们多数保存较好 然而 由于早阳地区地下水位的历史波动 和墓势坍塌 考古人员发现 一号二号墓出土的部分漆木器 已经收缩变形 看不出原先的样貌 这样的文物还能否修复 只能等待后续工作的开展 出乎意料的是 考古工作者刚刚从水坑中提取出的漆器 又迅速浸泡在沉水的容器中 密封保存 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我们湖北地区 一般出土的漆器都呈保水状态 含水率很高 不易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 一旦质量干燥 就会引起漆膜卷曲开裂 所以发掘出来的漆器 要尽快地浸泡在水中保存 这些数量惊人的漆木器 对于考古专家研究 两千多年前的储物理智和生活面貌 能够提供极大的参考 因此每一件都必须小心处理 这其中出土的乐器 更是令曾经参与现场发掘的王仙福 至今印象深刻 我们目前所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储木 我们首先说 它的乐器组合 目前发现应该来说是最齐全的一种 我们讲东周时期的八音 就是八种直地的乐器 大家可能知道是金 石 丝 格 刨 竹 木 土 这是八音 那么八音中间 我们现在看增后椅中间 这是出土的六种 实际上九连吨应该是出土的七种 随着两座大墓果实的清理 和提取工作不断推进 考古专家发现 九连吨大墓的随葬品 种类丰富 齐全 令在场的考古专家清洗连连 但令人不解的是 一号墓中除了安放棺果的中式之外 每一个角落都被仔细清理 考古专家却没有发现一片竹简 因为根据我们以往的这个资料 比如说八三二号墓 八三二号墓它没被盗 它有处浅测 所以它是目前我们研究 祖国既有这个民事对应应该来讲最好的材料 所以说我想以像这样等级的墓长 应该讲它至少出这个浅测 或者扶着澡是检 可以 但是后来也还是没出 所以这是比较 确实是比较遗憾的 一号墓库市的清理已经接近尾声 却一片竹简都没有发现 如果竹简是解开大墓主人身份之谜的关键器物 那么现在的情况则会是考古人员陷入重重迷雾当中 像那个浅测记录的这些东西 它主要是在这个下葬之前的这个仪式上 它要使用的 谁送了什么东西 它念完了 然后又对着这个说 我准备你死了 我准备送你什么东西 一个顶 五个盘 什么 它都要念 念完这些东西 它不一定就把它下葬 它也许就扔了 有时候就放在那个器物上 随着这个车就拖到墓里下葬 虽说墓中不放竹简也有过先例 但如此规模等级的楚国大墓 没有发现竹简 还是令在场的队员感到意外 根据专家此前的判断 竹简放在一号大墓官室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如此重要的文字资料 会放在作为妻子的二号大墓中吗 能够享有如此高规格的墓葬 却没有留下支言片影 难道其中有什么难言之影吗 莫非真是那位深感愧疚的楚王 担心他的不治被后人指责 因此用一座华丽 却不留一字的大墓埋葬了所有的秘密 这位神秘的大墓主人究竟是谁 他是否就是那位传说中的金头将军呢 想要揭开大墓主人的身份之名 现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开关 12月24日 绵绵细雨中夹杂着雪花 考古队早早围在一号墓中市 存放墓主人尸骨的内观周围 电视台的摄影机也已就位 这具腐朽的棺木中 就藏着人们期盼已久的 那个传奇故事 随着工作人员的口号声 棺板被完全掀开 那个充满诱惑的悬念 就在眼前 一号墓棺木之内一片狼藉 考古专家并没有发现 类似竹简的器物 散乱的尸骨堆放在棺内一侧 一时间竟然找不到 这具尸体的头骨 但也并没有人们传说了 几千年的金头 因为一号墓他的这个官 他有这个寝负的现象 所以他揭开以后 我们就发现 他整个的这个事物 是发生了这个错位 那么由于他的这个丝绸 也是淡化了 我们刚开始发现的时候 一 怎么一看 他的这个前方头颅 也看得不是很非常清楚 是不是觉得真的是没有头颅了 因为之前有这样一个传说 金头将军的故事 对考古专家来说 只是一种参考 并不足心 但除难事外 未经盗墓贼侵扰的官室内 理应保持着下葬时的状态 牧主人的头颅为何不翼而飞 这令在场的专家感到十分疑惑 此时现场正下着雨 如果不能尽快提取 雨水的冲刷 对尸骨将带来无法估计的损失 它底下是应该垫一层席子的 一个是它很多这个小型的这些玉器 第二就是特别是人故的处理 可能难度比较大 还有一些身上的一些丝制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后来就是 把这个内关的关底 整体打包 取回室内进行清理 在现场就没有清理 就在打包的过程中 考古队从一号关的残渣中 意外发现了一排牙齿 这说明牧主人的身体是完整的 至少在入葬时身手齐全 金头将军的传说被彻底击破 内关塌了以后 它刚好两个侧板或者叫墙板 它刚好一挤 把这个人骨挤 就是相当于挤得很 挤得里面去了 挤成了一条线 历经两千多年的地下时光 人骨中的蛋白质 被大量分解碳化 变得异常脆弱 再加上埋葬地区 地下水位高低变化 墓室坍塌 棺木向一侧倾斜 一号大墓中 一号大墓中 关内人骨被挤压 无法直接辨认出来 无论一号大墓的主人 究竟因何而死 能够如此厚葬 说明他在死后 依然享有极高的地位 才能将生前的荣耀 带入地下 然而一号大墓中 没有发现竹检 这位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将如何破解呢 就在考古队万分沮丧之际 与一号大墓 相继开展工作的二号墓 却有了惊喜的发现 在二号墓 这个男史快清理到底部的时候 在一个角发现了四件竹丝 那么这四件竹丝呢 刚好是这个逮了一些 像这个在清理的人员呢 感觉到像竹井一样的东西 哎呀当时非常兴奋 这些像面条一样 浸泡在泥水中的气氛 就是考古专家口中 所说的竹四 包裹其中的文物会是竹检吗 按照此前的判断 竹检大概率会出现在 作为男主人的一号墓中 本已经对发现竹检失去希望 现在二号大墓 突然出现类似竹检的器物 自然令在场的考古专家 十分兴奋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做好了 除墓里面有竹检可能 所以我们就有一些相应的一些 这个这个清理的一些这个工具 那么我们都已经这个很快就来了 那么那么对他按照这个竹检整体这个 起运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操作他 这是一项需要极大耐心和细心的工作 竹面类的物品在两千多年的浸泡下 早已没有了任何任性 稍有不慎 就可能会化为一滩泥水 竹检清理专家吴顺青 首先在竹检的周边清理出一片区域 然后使用一块铝板 从泥汤底部将竹检小心拖起 包上保鲜膜运出果实 让竹检继续维持在保湿的环境下 防止在运输途中脱水变形 迅速送到整理间 做进一步的清理工作 经过几个小时的运动 考古人员从二号目中 共取出一千三百余枚竹检 令在场的考古专家万分激怒 近些年来 近几十年来 尤其这一二十年 郭正检发现以后 大家对于储木里面出土检 都特别的重视 1993年 在湖北省金门市郭店一号储木中 共发现804枚竹检 其中有自检730枚 共计一万三千多个楚国文字 且包含儒家 道家等多种珍贵典籍 郭店储检的发现 对于研究中国哲学 思想史 古文字学 检测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 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资料 九连敦二号墓中出土的这一千三百多枚竹检 差不多可以达到四万字左右的记录 如果可以成功修复 或许能够填补出文化的许多空白 它必将是一份金饰之作 而牧主人的身份信息可能就隐藏在其中 随后带着激动的心情 考古队加紧了对二号墓的清理工作 在其中二号墓的过程中间 发现跟一号墓还是有一定区别 比如说这个中间它的蓝石 就基本上发现很少的一些兵器 它没有 几乎就没有什么兵器 它主要也是日用器 燕器 大量的是一些漆器 那么东石是发现了一组 奇木机器或者叫容器 它正好是跟一号墓的青铜器相对应的 考古专家在二号墓中发现了两件货顶 五件已经压坏的奇木升顶 七件铜制溃顶 两件铜轨和八件奇木轨 成组发现的青铜锂器与奇木器 给了现场考古专家新的灵感 按照礼制 作为一个家庭的夫妻二人 通常情况下 只能享有一套完整的人轨青铜锂器 之前一号大墓发现的铜轨 应与二号墓中的铜轨合并计算 也就是说 一号墓的八件铜轨 加上二号墓中的两件铜轨 正好与两座大墓中的五件铜升顶 和七件铜绘顶 组合成了同一家庭单位的 一套完整铃器 它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 以这个奇木器作为一整套的 这种机器 对应于这个铜等级的 这个青铜机器 目前就是最完整的是 在这个九年的二号墓里面 所发现的 这个目前是首次发现 随着奇木的不断出土 两座大墓四个果实的清理 已接近尾声 包括礼器 乐器 兵器 车马器 生活用器 丧葬用器等 考古专家从两座墓的各个分式中 共提取出随葬器物 一千二百零四件套 没过多久 二号墓的内关也被打开 由于二号墓没有塌陷 数千年来保持着相对恒定的状态 内关扰动极小 关内尸骨的状态相对完整 但考古队员发现 要想提取内关中的文物 依旧困难重重 那么我们把这个关打开以后 当然里面看到的都像李江一样的东西 实际上这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当时这个牧主人尸体身上 穿底这些衣物腐烂以后的这么一个东西 像李一样的东西 因为它有水嘛 进化都很厉害 很遗憾的我们这个没办法去把这个衣服 就是一庆至少有很多层是传在身上 我们没办法就跟它取出来 虽然二号大户关内的丝织品都已复兴 但其未经扰动的状态 还是能够让考古专家获得相对完整的信息